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2019浙江台湾合作州温州会场 继第六届海峡两岸 温州民营经济创新发展论坛 19号在浙江省温州举行 两岸各界代表800多人参加了主体活动 共同见证这场温州与台湾大交流的创想盛宴 今年论坛主题为 全域打造台胞祝梦家园 共举办一场主体活动 及十余场系列活动 活动现场签约8个项目 总投资额达到9.3亿美元 涉及文化 健康 高端装备制造等行业和领域 去年第五届的车号参加 在我们整个两岸的论坛以后 我深深感觉温州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环境 那么我也到洞头考察 那我们就整个投资额 后来就选择土地 造投标包括立项报批都完成了 土地也都取得到 总共总投资额是 人民币达到5.3亿 能够把我们原本的经验 然后结合这个所谓软硬体 那我觉得这样的结合会更完整一点 而且可以改善 之前我们没办法做到 在签约仪式之后 论坛还围绕 发挥温州民营经济优势 打造两岸融合发展 举办了主题演讲 及高端对话等活动 2019年适逢台湾921大地震 20周年莫拉克风灾10周年 19号上午第五届慈济论坛 继全球防灾与永续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台湾新北市开幕 50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分享防灾减灾经验 共享防灾减灾成果 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 通过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 以主题演讲 专题研讨 个案实务分析等形式 深入分析了全球灾害风险形式 针对气候变迁下 如何进行环境永续 灾后救助与复原 人文延续等重大工程经验交流 今年也是五遥二汶川特大地震 11周年 与会的两岸专家学者 也希望彼此共知 共识共行 在防灾减灾方面做好准备 在规划防灾减灾的规划等等方面 他们也比较完善等等方面 他们已经做到了把联合国的先台框架 以及联合国提出的韧性减灾和抗疫力等等方面 这已经融练到一个整个台湾各级的防灾减灾规划中间 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来纪念和参考 其实整个区块可以做一些联合的一种整合的结盟 来应付将来大型灾难的发生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学术的交流 可以把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 而且加强我们的联系跟互相的资源 近段时间以来 蔡英文的论文们一直在持续发酵 为了一谈究竟呢 一名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华语商人 19号就投出台湾媒体 透露他日前专程到蔡英文的母校 伦敦政经学院调阅了其博士论文 经历了超严格的借阅规定 终于读到了这本论文 那看完之后呢 他就觉得蔡英文的论文 像是由多篇短论文集合编排而成 而且还有诸多的疑点 那面对质疑 蔡英文就赶忙为自己辩解 蔡英文19号下午 出席一场不动产中介的颁奖典礼 话讲到一半 突然遇到台下有人陈情抗议 但蔡英文面带微笑 仅要求大家给陈情者鼓掌 随后陈情者就被维安特勤人员火速驾走 而蔡英文面对的还有她的博士论文被质疑 为何毕业35年后才被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建党 而且外人想调阅还有诸多保密规定 牛津大学经济史博士 美西华人学会理事长徐永泰 19号投书台湾媒体 说她专程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调阅蔡英文的论文 但过程中除了要先办图书证 到指定的特别阅览室里看 还不准录音 不准用钢笔做笔记 也不能喝水 而她亲眼看过蔡英文的论文后 指出蔡英文的论文封面是全新烫金字体 但内文纸张却像是传真拷贝的 还有多处手写修改痕迹 没有主考官签字很不寻常 同样是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徐永泰认为 蔡英文的论文内容缺乏总结 批注不连贯 书目漏列 个人论点偏少 比较像是多篇短论文集成的大板块 这个论文当年是35年前的论文 所以当时的做法有她的做法 那如果你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 那当然就说你或许有一些 有一些要问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处理论文 都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处理的 蔡英文的论文同样也引起蓝营的好奇 就请教育部把当时这个蔡英文 她在申请这个布定副教授的时候的论文 是会拿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全文到底长什么样 有关于里面内容的品质 还有为什么国的三数年再回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有必要 再做一些澄清 据台湾媒体报道 有国民党中常会的会议记录流出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认为 当年的教授资格审查非常严谨 因此建议因透过蓝营明带 质询蔡英文的资历问题 选战打的是我们的政策 打的是我们的价值 那不是是无中生有 或者是叫做猛黑吧 随着2020选举临近 蔡英文35年前的闭约论文 到底是真是假 势必还会余波荡药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诗员 我们来看看她今天 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诗员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科主 蔡英文的论文呢 现在成为了岛内民众所关注的一大谜团 这起风波原本是很容易就可以平息的 只要蔡英文拿出自己的论文 还有博士学位证就可以一锤定音 然而呢她并没有这么做 这就让外界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近来接连有两名博士 亲赴伦敦政经学院 查阅蔡英文当年的论文 一位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 华裔经济系教授林桓强 一位就是前面新闻所提到的 旅居牛津的经济史博士徐永泰 他们两个人都发现了 蔡英文的这个留存在该校的论文 是有装定太薪 缺业 留有许多手改痕迹 找不到口识教授签名等不寻常的情况 而且呢 借阅的规定也是极为严苛 完全不同于一般论文的公开透明 尤其是徐永泰博士投书媒体的论文读后感 十个疑点是环环相扣 更是让人觉得蔡英文的论文一斗从生 成为这两天岛内舆论所讨论的热点 甚至还有媒体人惊呼 该不会是全台湾的人都掉进了庞氏骗局里吧 这个事情啊 如果说没有办法一一澄清的话 不可否认 会使民众对蔡英文的诚信留下问号 毕竟蔡英文一路走来 无论是在台湾东吴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获得教职 还是胜选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她一直都对外宣传 自己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生 不过这个论文事件究竟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恐怕也要打个问号 从蔡英文自己的回应来看 她竟说论文一切都符合35年前的要求 很快画风一转 表示希望选战打的是政策价值 不是无中生有抹黑 有了这个风向标 很快绿营就将剑锋指向了蓝营 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指责国民党经过缜密的算计 打造了这个黑鹰计划 小心玩火自伤 绿营话说的这么重了 反观一下蓝营这边呢 虽然国民党人士对论文事件是有逐多的评论 但是画风并未锐利到刀刀见骨 尤其是韩国瑜阵营 并没能以此事为由引领话题风向 更不用提给蔡英文方面沉痛一击了 同时呢 绿营对论文事件的淡定也是让人存疑的 有谭媒指出 虽然不能排除这群人走夜路吹哨壮胆的可能性 但是在台湾的大学任教 需要经过测评委员会严苛的审核 台湾政治大学和东吴大学都是岛内有名的高校 要获得副教授的职务也不是那么容易 若没有博士学位 蔡英文当时的政治经济能力 已经能够一手遮贴了吗 所以从现在绿营的陈主来看 不排除此事可能是蔡英文阵营所抛出的诱饵 只等着蓝营愿者上钩 面对善于操弄选举的民进党 国民党可别最后反背倒打一耙 防范之心不可无 我是诗员 以上是今天在台北的观察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不周远博士 科主 好的 谢谢诗员 在黄化集团创办人郭台明 不登记联署参选2020后 台湾侵略媒体就公布了有关2020的最新民调 蔡英文的支持度 目前是以37.7%赢过韩国瑜的27.5% 但是跟上周相比 蔡英文的跌幅却比韩国瑜还要大 根据岛内最新的2020民调 蔡英文支持度为37.7% 虽然比起韩国瑜的27.5% 还赢超过10个百分点 但以走势来看 蔡英文下滑了将近8个百分点 比韩国瑜的跌幅还要大 而且民众不表态率高达三成多 本来就是那个市场一直在 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 就是不投蓝不投绿的就是三成 这个从头到尾都很清楚 民调显示 有人还在蓝绿之间观望 让所谓的第三势力保留生存空间 外传所谓时代力量 正在草拟2020候选人提名办法 并打算优先征召明代黄国昌 外界猜测 这是否可能有意替 柯黄二人搭档参选铺路 柯昌配 我每天都有这种惊悚的消息 实在是 但实力如果真的要自己人当副手 会有点怪怪的吗 这个世界上什么奇怪的事都有 那你的意愿如何 再讲吧 台媒指出 柯文哲虽然没有以独立参选人 进行2020联署登记 但还是有机会可以用 政党推荐的方式参选2020 这样不但可以省去联署的功夫 还有机会多抢一些民进党选票 但黄国昌目前的态度是 不打算投入2020选举 也替两人合作埋下变量 选举的合作 我觉得讲的就有一点太远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到说 目前除了蓝绿两大党之外 我说过能够为第三势力打开空间 除了柯昌培 台湾地区前副职领导人吕秀莲 也代表所谓喜乐岛联盟 登记2020联署 只要联署过关 民进党选票恐怕进一步流失 我不是出来搅局的 面对多方势力挑战 蔡英文赶紧信心喊话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 来打这个选战 稳战稳打 那我们会尽全力去团结所有的力量 郭台铭不登记联署参选2020 局势有所谓的三角都 回到传统的蓝绿对决 没想到如今又再传出 柯昌培的话题 看来台湾2020选举 恐怕还会有不少变数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剧名播出 台湾高雄市近来发生 多起街头暴力事件 高雄市长韩国瑜 19号下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严厉警告出事的 辖区警察分局 若是再有类似的事件 就要撤换掉分局长 而台内务部门主管徐国勇 却跳出来酸韩国瑜 不重视高雄的治安 眼看高雄的治安事件 就要演变成蓝绿之间的 政治角力了 对于高雄治安暴力事件 市政府的态度是零容忍 那这是前任分局发生的枪击案 对前任分局长 我们提出最严厉的警告 再类似发生这种暴力犯罪事情 我们一定要撤换分局长 再下来如果再不行 警察局局长本人就要负责了 高雄接连三天发生街头暴力 韩国瑜19号下午说重话 和高雄市警察局局长 李永轨一同受访 不过韩国瑜提出数据 强调最近的事件只是个案 高雄治安还是没问题 今年大概减少了418件 那破案率提高了2% 希望所有海内外的朋友 来高雄观光旅游请放心 我们的治安大致上来讲 还是非常的平顺 而面对高雄市三天接连 发生三起暴力事件 台当局刑事局长和内务部门副主管 已陆续前往高雄坐镇 台警政部门也公布数据 指出高雄市列管的聚众斗殴事件 高达38件 在全台湾仅次于新北市 相关言行被外界解读 民定党当局是不是又在卡汗 他们所发出的声明稿 似乎有卡汗抑止 按凤林补法案 让高雄市民安居乐业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不是对高雄 所有发生的事情 以及我本人 是不是有卡汗的感觉 我想民众啊 眼睛是雪亮 高雄的治安是重中之重 当时我讲重中之重的时候 那他还不高兴 那现在我要请 我们的高雄市长要了解 因为你是候选人 高雄的委员是非常重要 台内务部门主管 徐国勇19号开酸 之前早就提醒过韩国瑜 高雄治安极为重要 但韩国瑜不听 而他不允许警察公权力受挑战 将在20号亲自前往高雄 民人立法案一结束 我也会亲自到高雄 去看整个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台警政部门 19号下午也再度声明 请各县市警察局 主动深入清查 了解是否有人 以网红直播为名 掩护黑道帮派分子聚集 高雄街头暴力事件 主线都还没逮到 警方还没破案 就已经演变成台当局 和县市的政治角力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韩国统一部长官 金链铁19号表示 原于韩朝首脑达成的相关共识 得到切实落实 半岛军事紧张局势 已得到大幅缓解 双方停止了陆海空 所有敌对行为 南北有发冲突几率 大幅降低 金链铁还提及 韩国近期开设的 韩朝边境附近 非军事区和平之路 游览项目 认为这一举措 把原来标志着 军事紧张局势的非军事区 变成了和平与合作的象征 欧洲联盟委员会发言人 米娜·安德利耶娃19号确认 英国已递交部分 脱离欧盟新方案的书面文本 安德利耶娃表示 英方递交的书面方案 包括如何修改现有脱欧协议 欧英双方将以此为基础 就关税 制成品 以及卫生和植物检疫规则等领域 举行技术性磋商 安德利耶娃同时澄清 欧委会没有为英方递交 正式方案设置固定期限 只说应该在10月17号 至18号的欧盟峰会前 据法国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 比利时空军一架F-16战机 当天上午在法国西部 墨尔比昂省普里维涅时坠毁 两名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 法国墨尔比昂省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 该战机从比利时弗洛雷那起飞 计划飞往位于墨尔比昂省的一处海军航空基地 过程中坠毁在一处铁路附近的空地上 飞机机翼坠落在一所房屋屋顶 索性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事发时 该战机未挂载武器 印尼海关最近在首都雅加达宣布 将总重约为135吨的洋垃圾退回澳大利亚 据了解 今年7月以来 印尼已在该国各个港口 总计拦截2000余个集装箱 经过检查 共发现547个装有洋垃圾的集装箱 他们表示 将于近期将这些洋垃圾悉数退回 据报道 今年以来 东南亚地区反对处理外国出口垃圾的呼声 越来越高 今年5月 马来西亚宣布要退回数百吨塑料垃圾 6月29号 一批在菲律宾滞留已达 五六年的垃圾被退回加拿大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海峡新干线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